长春突降大雨导致城区多处积水 水深到膝盖 车辆通行难 锦绣东南小区雨水一来救急复发 车库储藏室水深墨小腿 后来外面雨下大了以后 外面和里面一起进水 所以车户现在受损特别严重 多多历经四次手术 有望转出重症室 不久母子将能相见 这个自我完手术以后 过两三年以后 孩子就可以搬出健康室了 基本差不多了 稳定了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方 大家晚上好 我是亚徐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首先来说一说天气 今天长春这雨 基本上一大天都没停过 没错 这雨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一会儿急 一会儿缓 但是始终没停 很多人的朋友圈 基本上都被跟雨有关的 各种各样的图片 以及视频刷屏了 是啊 大家都是比较热心 都说一说哪块水比较大 哪块机身比较深 哪儿交通比较缓慢 总之都是互相提醒 绕行一下 那今天的持续降雨 确实让一些低洼路段积水不少 有的还很深 我们的记者呢 也实地踏查了 我们长春市内的几处 容易积水的路段的实际情况 我们通过现场的视频 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长春市的 世纪大街与迎口路的交汇处 由于下雨的缘故 迎口路的东西双向 出现了一片大面积的一个积水 通过观察路边的停放的车辆 可以看到现在两边的积水 已经没到了车辆的底盘的位置 通过刚刚我们细致的观察 一些部分车辆 从此处通过 和行人 从此处通过呢 看到呢 最深的位置呢 可以达到一个成年人的 将近膝盖的位置 除迎口路外 长春市世光路与新河街交汇处 珠海路与生态大街交汇处 河美路等多个路段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积水 我们现在又来到的呢 是世纪广场新城大街的 出入口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也出现了一片 比较大面积的一个积水的情况 积水的深度呢 大概是超过10公分 那我们看到这个积水呢 也是造成了 新城大街的南北双向 拥堵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我们看到啊 这里的这个排水系统呢 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不断地向上返水 那我们的这个抢修人员呢 现在也已经到达了现场 对现场进行一个抢修的工作 那也竖起了这个前方积水 请绕行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几处路段 的确积水很深 那据我们记者刚刚拍摄这段视频 到现在已经过去六个小时了 那么现在积水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没有恢复正常的通行呢 我们马上再来联系一下 我们前方的记者辛琪 辛琪你好 再跟我们更新一下前方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长春市的卫星路 与烟台路的交汇处 那大家看到啊 现在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了 那大家通过画面呢 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这个卫星路 通往世纪广场的这个路段 以及在这个烟台路 和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新城大街到世纪广场的 这几个路段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 积水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积水的程度呢 也是非常的深啊 那平均呢 都能达到这个30公分左右 那有的地方呢 甚至更深 我们刚刚看到啊 我们上午来 我们中午来的时候呢 看到呢 只是没到这个小腿 膝盖以下的这个位置 刚刚我们围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 走到这个最深处的位置呢 我们看到 已经是没到超过膝盖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说呢 这一场这个大雨 对这个积水 对路面上的影响 也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路面呢 现在已经是对这个路面的 通行是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看到呢 现在这个烟台路啊 通过这个小型的轿车呢 就是已经这个很困难了 那随时呢 都有可能熄火停车 在我身边也是停到 很多的私家车啊 那这些车呢 有的是因为这个车牌子 被这个雨水冲掉了 所以停在此处 还有一部分呢 是因为这个发动机的一些故障 所以也停在了此处 所以我们要奉劝这个驾驶员朋友们 遇到这个积水的路段啊 尽量选择绕行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呢 在这个卫星路的 通往世纪广场的这个桥上呢 现在呢 也是啊 这个车流量非常的大 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 而且呢 这个通过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困难啊 所以呢 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免出行 那出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避开这个 比较常见的这些的积水的路段 那遇到这个非常深的积水的路段呢 也不要轻易的这个驶入 以免对自己的挨车呢 造成一定的损伤 那我们这里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了 主持人 好的 感谢新奇发挥的报道 那咱们能看到 现在外面这雨呢 是稍微小了一点点 是 但是还在下 还在下着 而且这积水还是挺深的 刚刚看到这个工作人员 这个已经是摸到膝盖了 而且他们在拿这个泵 一直在抽这个水 但是依然这个排 这个积水还是很深的 所以说大家路过这一路段 路过这个 烟台路 和微信路交汇这个附近呢 一定要还是减速慢行 或者是选择绕行 好的 那今天这场雨 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 我们长春市 除了容易积水的路段之外 在我们长春市的锦绣东南小区 他们那里的车库和储藏室 也不同程度的进水了 据说啊 这个水深都已经摸过小腿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位置 是长春市锦绣东南小区 46号楼的车库 以及这个半地下室当中啊 截止到上午11点呢 目前小区的这个半地下室 以及车库当中的水位呢 就已经摸过了小腿 快要到膝盖的位置上了 但最开始发水的时候吧 它不是水从外面进来 是从地下室 往那个车库里倒灌 一时间水市就占据了 整个车库和储藏室 很多居民放在储藏室里的 生活用品都不同程度的 受到了影响 后来外面雨下大了以后 外面和里边一起进水 所以车库现在受损特别严重 这一栋应该有16个车库 储藏室应该更多 因为车库这边有储藏室 对面还有储藏室 应该是30多个储藏室 居民说车库和储藏室进水 这可不是头一次了 之前的情况比现在还要严重 满下大雨就上回灌了一把了 我这个雪的你看看 都蒙了进不去 44栋 45栋 46栋 都这样事的 小区居民说 小区里的大部分车库和储藏室 都不同程度的进了水 难道是小区内的车库和储藏室 没有排水系统吗 正常的应该有排水系统 但是现在的排水系统没有用 只要是一下雨 就会有这种情况 去年的时候修过一次 但是现在修好了也没有用 下雨了以后还是这样 看着自己的车库和储藏室 都不同程度的进水 居民也很焦急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官网前两年修过 修过以后 就是污水和雨水都修完了 修完以后确实有改善 没赶之前一年没变数 有改善 但是我们的楼是位置最低的 最低以后 只要是外边水一满了 它官网也满了 它排不出去了 整个这个系统都满足不了 这么大雨量了 各部门现在临时来解决 解决不了 就得是以后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看如果要尝试雨要大的话 以后怎么整 要说这雨水一大 就进屋进车库这事是最闹心的 太闹心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7点53分了 目前居民家的车库和储藏室 进水的情况解决没有 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的记者 小爽 小爽你好 小爽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这一时间段呢 我也是再一次来到我们长城市的 锦修东南小区的46栋 在这个110栋的 这112栋的这个车库呢 大家可以看到 此前的这个水位呢 是到我们旁边这个墙 大概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啊 虽然已经逐渐的 从记者脚下的这个排水系统呢 已经排掉了 但是呢 我了解到呢 我们这个车库的主人啊 也是从今天这个水灌到 他们车库开始 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停歇的 一直在收拾 在这个车库内 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的泥 还有很多的水 那么我们在车库内所摆放的 这个物品当中 也可以看到这个水过的这个痕迹 那再往里走一走呢 就是我们这个居民的半地下室了 那刚刚我们这个王先生啊 也刚才给我们看了 这个半地下室里边呢 仍然有很多水 我们的市民还在不断地往外淘水 哎先生 我看您这个水啊 都过这个脚脖了是吧 啊 这个这个先生也在逐渐 把这个车库 这个半地下室里面的这个水 要再往外淘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记者脚下的这个水啊 仍然是没有办法往出排 刚刚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排水工程的工作人员呢 也再次来到现场了 那么跟居民沟通的结果呢 就是也会将现场的情况 再次反映给我们 静岳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也将我们这个排水系统 重新的再检查一下 先生您从几点开始收拾了 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这个 梁克老师 现在这水还在墨脚脖是吧 咱们这里面放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这些平常不太用呢 甚至有个擦水啊 今年是第几次出现这种情况了 好几次了 好几次了 每一次下几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最近这些年就是 下几天 好的谢谢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 居民是在逐步的将这个雨水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 居民是在逐步的将这个雨水啊 在不断的网出排 我们也希望啊 我们这个排水工程的工作人员 能够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这个抢修队 尽快的查找原因 尽快的能帮我们锦修东南小区 44栋 45栋 46栋的居民 能够缓解他们这种情况 下一次下雨的时候 希望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也是他们急迫的心情哈 那以上呢 就是记者小爽 在我们这个锦修东南46栋 为大家发回的现场报道了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小爽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那我们看到这个居民家里车库 储藏室进水 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刚刚那个居民也说了 一到下几雨的时候 这个车库和储藏室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我刚刚注意到画面 我们小爽在拍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离地不远的地方 就有裸露出来的电线 没错 试想一下 如果过几天 还有这么大的几雨的话 没到电线的后果 简直是不堪设想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特别迫切地希望 负责维修的单位 能够找出原因 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一下雨 我们大家都提心吊胆 这日子肯定是不好过 为了应对这次强对流天气 长春市政部门就出动了 3800多名防水人员 和300多台设备 来对路面容易积水的位置 进行蹲守 防止发生城市内浪 咱们来了解一下 现在时间是7月7号下午的 1点45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亚太大街 与大京路交汇 在6月2号 长春市出现强对流天气时 这一路段出现了积水 但目前来看 今天这场强对流天气 对这条路段的影响并不大 这一路段的交通通行 还是比较顺畅的 这个通通我们改造 这个地点 所以这次降雨 基本上就没有积水 整个排的雨水的排放 都是比较通畅的 截至7号上午9点左右 长春市政部门 共收到人民大街 南湖大陆 正阳街 乐园路 惠公路桥下等 7处路段出现积水报告 随着降雨量进一步增大 长春市政部门 又陆续接到 南桓城路 临河街交汇 人民大街 有一商店等 5处积水报告 据介绍 长春市政部门 正在对6月2号出现的 52处积水位置进行整改 已经接近尾声 整改已经完成了38处 到7月15号 基本就要全部整改完毕 由于长春市 要排水官网 建设年代比较早 整个的排水容量是有限的 但整个从大体上看 长春市四条的排水通道 是比较通畅的 老管现在没有改造之前 在没改造之前 可能局部的地方 还可能出现机会 今天这雨 基本上是足足地下了一天 而且现在看来 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截至到今天中午 吉林省多地多次发布了暴雨 黄色橙色的预警信息 同时有部分地方 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息 那么这场降雨 到底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咱们通过短片 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阵雨雷阵雨大雨模式 7月6号开始 在省内多地陆续开启 受东北冷窝影响 这场降水将持续到本周末 截止到7月7号的中午前后 白城的通雨 一小时的降雨量 就达到了55.7毫米 可以说是一次比较明显的急雨 我们预计未来几天 尤其是7到10号 那么这种状况还将持续 那么主要特点呢 一是每天都会出现降水 尤其是从全省的范围来看 第二是分布不均 可能有的地方大一些 有的地方小一些 本轮的过程 我们预计在7月11号 才能总体上结束 与此同时降水过程中 还将伴有雷电 雷暴大风 冰雹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由于今年入训以来 吉林省降雨频繁 雨量大 导致各流域洪风出现 气象部门建议需要多加防雨 对于农运朋友来说 因为近期 尤其是6月份以来 整个的降雨影响 导致气温要低一些 日照也比较少 低温因导致的病虫害 也可能毒发 另外呢 就是由于受降雨影响 为了以前气温也不高 但是呢 跟长年相比 也不算低 所以整个来看呢 还是较为凉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还是来关注降雨的事 那有观众打电话呢 说在长治市的自由大陆 和乐亭街交汇处 也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而且这雨还没有停 比较影响交通 我们记者新群呢 已经在现场了 马上连线下 正在前方的新旗 亲信号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我们现在又来到了 长春市的乐亭街的 自由大陆 和南湖大陆中间的 这个路段 那大家通过镜头 可以看到啊 那在这个路段呢 也出现了一个 面积比较大 然后长度比较长的 这样的一个积水的路段 那记者就这个 用肉眼去评估了一下 那这个位置呢 它最深的这个积水处呢 现在已经是 和马路这个边时 是平齐的 那它的平均的深度呢 可以达到15公分以上 那我们看到车辆 从此处通行呢 还是稍显吃力的 那我们还是不建议 这个驾驶小型轿车的 驾驶员从此处通过 大家可以通过 这个金川街 以及深圳街等 其他路段呢 进行绕行 那刚刚记者 在此路段的时候呢 看到有一些行人啊 因为这个位置的 这个行人也比较多 那有一部分行人呢 是把自己的裤腿挽起呢 然后呢 是蹚着这个水去过去的 那我记者还要提醒 这个要蹚水的这些行人们啊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如果一定要从这个 积水处蹚过的话呢 一定要试探着上前行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积水呢 是比较这个 比较浑浊的一个状态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水面下 这个地面上的一个情况 如果有深坑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这个半角的这个物体存在的话呢 以免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那同时呢 还要给大家这个做一个提示啊 那在这个华庆路的地铁站呢 现在是处于受这个降雨影响啊 是处于在这个交通中断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有去往这个华庆路地铁站 或者是想到华庆路地铁站 去乘车的乘客朋友们呢 要选择这个换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出行 那我们这里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了 主持人 好的 感谢信息发挥的报道啊 咱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六群街 自由大陆和南洪大陆中间 这个路段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 原来比较宽敞的马路 现在看来双向只有单车道能够偷行啊 那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出租车 速度比较快的就通过这个积水路段 而且水就差点溅到我们记者身上啊 要建议这样的司机师傅 咱们这个下雨天 不要着急 不要开太快 另外水挺深的 咱们不要贸然涉水啊 要减速慢行 那么另一组记者呢 正在长春市的生态广场 咱们来看看那里的积水情况怎么样 小小小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这一时间段呢 记者来到的位置啊 是我们长春市的生态广场 那在我的身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雨啊 并没有停歇的状态啊 还是很大的 那么现在此时段呢 我们生态大街 由南向北方向 驶入生态广场的车辆呢 是比较集中的 那么队尾呢 已经排到了生态大街 与世光路的交汇处 预计要三到四个 五到六个红绿灯 才能通过了 那么队尾呢 还在不断的增加车辆 在这呢 要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如果说现在出门 想要驶入生态广场的话 大家可以绕行我们 其他的这个南四环路 或者是南三环路 四环路等等都可以选择 那么不要驶入生态大街 去往这个生态广场方向了啊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 记者也看到了 室外的车流情况呢 还是比较集中的 大家呢 也是依次通过 那么记者也看到了 由于降雨啊 大家的车速呢 也是减缓了 那么我们的市民朋友 在旁边经过的时候呢 大家也是减速慢行了 以免旁边的这个积水 见到我们的市民朋友 那这个举动呢 记者也看在了心里 那么在这也为我们 这个广大的驾驶员们点赞 那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 就是由于降雨的影响 室外现在的体感温度 还是比较凉的 大概在18度左右 那么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呢 不妨穿一件长衣或者长裤 同时要选择一双雨鞋 那么记者刚刚呢 也是在这个雨水当中经过 脚还是比较凉的 那么在这也提醒 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如果驶入积水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小心一些 并且呢 如果出现了这个 淹水的情况的话 要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救援电话了 那以上呢 就是记者小爽 摄像张强 在我们这个生态广场 为大家发回的实时报道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小爽发回的报道 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通行状况 其实还可以 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 希望大家在路上 都能够堵车 但是别堵心 放松心态 咱们慢慢的 也是能到家的 那下面再跟大家插播一条 这极高客服中心 在17点50分 发布的吉林高速公路的 实时情况 那收费站出入口 现行的这个路段 都有7个收费站 因为路面的湿滑 红屋高速 长春北至开岸站 长春绕城高速 青年路站 和平大街 AB站 汽车厂站 硅谷大街站 禁止7座 及7座以上的客车 大建车 危险品车辆通行 希望大家要接好了 那咱们再来 接着往下看新闻 下面来关注一下 在今年5月 吉林市佐家镇 一起煤气爆炸 让年仅7岁的 多多被烧伤的事 这事发之后呢 多多先后在吉林 长春两家医院进行救治 我们栏目也是 一直在持续地关注 目前多多呢 是仍住在长春市 吉大医院 烧伤科重症病房 已经是进行了 四次大的直皮手术了 大部分的烧伤皮肤 也是完成了修复 咱们来看看多多 目前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自7岁烧伤多多 转到长春吉大医院 烧伤科以来 医生先后对多多的前胸 后躯干 以及面部烧伤皮肤 进行了大面积修复 就在7月6号上午 第四次直皮手术 也如期顺利完成 上次不做脸嘛 直皮头部挺好 这次主要是一个是 全麻象 给它全身换个药 第二个 我们就反复用头皮 把它其他 参与床面给它修一下 这样的话 减少这些床面 医生告诉记者 用头皮修复创面 可以反复取用 且不留斑痕 这对多多来说 也是最好的治疗办法 但由于多多 在这次事故中 部分头皮也受到了损伤 只有少部分头皮可用 所以只能少取多次的进行手术 隔在重症室外 已经许久没见到孩子的妈妈 看着医生发来的照片 眼中满是心疼 言语间的无奈 让我们也心疼眼前这位母亲 好在医生告诉我们 这种母子相隔的状态 很快就能结束了 这个治疗完手术以后 过两三年以后 孩子就可以搬出家户室了 基本差不多了 稳定了 脸上床面 其他床面成活了 都床面小了 就没那么高的风险了 然后就可以让他妈自己看护了 对孩子心理上 对他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吧 听到医生的话 我们知道多多离康复又进了一步 这让我们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在节目播出后 很多热情观众 也在持续不断地 关注着多多的病情 这一次我们也带来了 一位热情观众的问候 我就是通过咱们电视 看过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孩子非常地可怜 也非常地同情他 因为他承受孩子 承受的承受 是我们大人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心里非常难受 一直想通过咱们拦过 来捐赠一些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少遭点罪 通过微信 热情观众和多多妈妈 建立了联系 也终于把善款 转给了多多妈妈 我们希望不久后 能看见多多多康复的样子 也希望这一对勇敢的母子 终能走出风雨 重建希望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全省各级法院 紧紧围绕这一工作目标 来提升工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从7月1日起 联合推出 全省法院队伍建设先锋工程 命名对象展播 为您呈现 您身边的最美法官干警 最佳办案棱手 和党员先锋港示范窗口单位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 党员先锋港示范窗口单位之一 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 诉讼服务中心是法院为各部门搭建的对外服务平台 是人民法院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前沿阵地 早上8点30分 立案庭工作人员纷纷到岗 开始接待前来立案的群众 耐心进行诉讼引导 我立几个案子 立什么案子 是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的 请到后面的导速台 找这个诚信诉讼承诺书和地址确认 你需要先这几张表 诉服中心内设置了书写桌椅等设备 并配有立案须知 诉讼指南等辨明资料 还有自助服务终端 导速机器人提供智能化服务 遇到老年当事人 导速台工作人员还会上前进行一对一指导 当事人填写完信息后 便可回到窗口登记 缴费完成立案 您现在立完案了 现在可以用这个机器来看一下 您的诉讼风险能有多少 然后根据这里边提供的相关的分析建议 您补充一些证据 然后提高您现在在诉讼过程中的一个 胜诉的一个概率 我们现在急机建设 一站是诉讼服务 一站是减分服务 通过线上线下进行调解 我们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将案件分流出去 分给不同的调解员进行解分 从2021年1月份到现在 分流案件能有3500余件 调解成功率也能达到90%以上 将矛盾解决在诉前 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现有工作人员18人 党员7人 围绕党员先锋港创建目标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立足本职岗位 服务辖区居民 创建人民满意的服务窗口 七个党员我们全部在一线窗口 从岛速到立岸 都是党员存在第一线 主要是以党舰代对舰 通过队伍建设提高诉讼服务 除了执行以外的所有诉讼服务 在宁江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都可以得到解决 是我们法院的一个第一窗口 虽然我们的工作很杂很累 但是我们也会一直坚守 我们会让每一位进到 我们诉讼服务中心里的当事人 荣木春风 尽量解决他们的困扰 真正的实现司法为民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将于7月9号到18号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目前布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先来看一下布展情况 和各场馆的分布情况 在布展现场记者看到 有的工作人员在擦拭展台 有的在拆卸脚手架 有的在调试灯光和音响设备 部分展车已经陆续开进展馆 本节汽博会的布展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所有品牌的展台 基本已经搭建完成 今天下午已经开始陆续进入展车 本节汽博会在展览规模上 实现了新的突破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20万平米 充分展现了长春汽博会 蓬勃的生命力 本届长春汽博会 共设九大室内展馆和四大室外展区 展示车辆达1400台 一号馆是活动体验馆 二号馆是国际超豪华品牌 三号馆是宝马品牌 四号馆是奔驰品牌 五号馆是豪华品牌 六号馆是日韩合资品牌 七号馆是国产自主品牌 八号馆是国际进口品牌 九号馆是中国一汽集团品牌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 像少儿柴艺大赛 电子竞技大赛 以及花车学友 老爷车学友等 都将体现我们车程的文化 本节气博会期间 在一号馆和二号馆林郎处 还设置了消防体验馆 在这里你可以变身消防达人 了解消防知识 近距离接触消防器材 同时现场还设有 VR自然灾害体验设备 可以身临其境地观摩体验 发生的各种突发事故 通过这种方式 进而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 再来接着往下看 为进一步提高指战员实战化水平 和重点单位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经开大队浦东路消防站 联合长春一气 副维安道拓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 共同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演练模拟场内起火 楼顶有人员被困 火情发生后 场内消防安全员 在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之前 迅速拉响警铃 将全场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 并对火势进行初步控制 随后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浦东路消防站的消防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 在对火势进行铺救的同时 利用原梯消防车将被困人员救出 演练我们今天主要是出动了舞台车 然后我们演练的大概内容有 出枪灭火 然后云梯救人 包括破拆器材的展示 和一个操法的展示 通过此次消防演练 也加强他们单位内部 对消防的工作的一个安全一个重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演练过程中呢 我们也加强一个练兵作用 加强于场区域的一些联动 一旦发生险情了 我们能够及时处置 演练结束后 消防止战员为场内员工展示了现场破拆钢筋 并指导员工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给现场员工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 通过这种常规的演练呢 来提高我们整个员工的在应急处置方面的反应能力 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呢 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作为起点呢 我们有一个应急预案 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演练呢 来验证我们这个预案的可行性 来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未来的一些 在应急方面的一些管理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55分 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啊 我们长春的这个晚高峰情况 因为这个大雨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的记者张力爽呢 现在正在长春市生态大街与和美路交汇处 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晚高峰的情况啊 小少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晚高峰你看到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这一时间段呢 我来到的位置啊 是长春市的生态大街与和美路的交汇处了 特别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生态大街 南向北方向啊 我们这个辅助车道最右侧的这个车道 积水还是挺严重的 我们车辆在此经过的时候 这水花建起来也挺高的 所以在这呢 要提醒大家在此经过的时候呢 一定要减速慢行 以免将这个水花建到我们路边的行人 那么随着室外这个降雨的停歇呢 这个水位也在不断的下降 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和美路 那这一时间段和美路过生态大街和美路东向西的方向呢 我们这个车道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积水也是挺严重的 在我们这个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泛起的这个水花呢 也挺深的 记者观察了一下大概没到车轱辘的部位 没有到达这个轮毂的这个位置 大家在此经过呢也都是减速慢行了 那在这儿要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记者刚刚呢也是同我们这个汽车专家了解了一下情况 如果说大家真的要这个介入涉水路段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三点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大家要观察 自己的前车在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 这个水位会到前车的哪一个部分 如果说前车的车型和你的车型大概一样 那你可以考虑自己的车是否能通过 如果说自己的车可以通过这个涉水路段的话 第二点大家要关注的呢 就是要匀速慢行 一定不要急收油或者是急加速 这样的话都可以导致我们第二次的熄火 那第三呢就是如果车一旦熄火了 就千万不要再点火了 避免造成我们发动机的二次伤害 这就是以上三点 大家路过涉水路段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情况 那这一时间段呢 室外的这个雨啊已经停了 我们圣泰大街和河美路的通行状况 也是比较良好的 水位也在不断的下降 那就是以上呢就是记者小爽 在圣泰大街和河美路 为大家观察到的情况了 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爽发挥报道 看到这个雨停了 确实水位也有所下降 但是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 不要贸然涉水 那我们的另一组记者呢 正在长城市的这个卫星路 和河美路的交汇 据说那儿的水呢 也是有所减少 咱们临线一下正在前方的新奇 欣欣你好 欣欣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现在呢 这个外面那个雨量啊 是逐渐的在减小啊 那天空呢也是出现了 这即将放晴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就在刚刚15分钟之前 记者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记者上方的这个天空啊 也是出现了一道非常亮丽的彩虹桥 那就横跨着卫星路在这个伊同河上面啊 也非常的漂亮 也希望呢 能给看到的这个司机朋友们 也被刚刚这个雨水 所这个困住的司机朋友们 给他们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啊 那现在呢 是晚上的将近七点钟了 那外面的这个通行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长正市的卫星路与家院路的交汇处 那也是这个南部快速路的一个上口的位置啊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的通行呢 是一切顺畅的 那在刚刚呢 我们踏查过几个积水路段的这个积水点呢 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 维管中心的这个抢牌的工作人员呢 正在路面上用这个抽水车啊 抽水泵啊进行这个加快的一个排水 也希望这个短暂的这个雨的雨势的暂停啊 能可以这个尽快的将路面上的积水排出 尽快的恢复通行 那同时呢还要向大家介绍 这雨停了水退了确实是好消息 没错 建议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啊 那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预告一下 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 热播的近代传奇大戏 喜旦传奇 今天晚上将要播出第30到33集的大结局 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集市公共新闻频道 稍后为大家奉上的经典绽放剧场 习战传奇 那今天节目是这些了 感谢大家收看 在明天